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内真实赛事世界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Yamaha R3的升级改装案例 这台车呢 也是客户 一个准新车 给大家看一下啊 刚刚280公里 这台车要升级什么呢 我下期视频给大家揭晓 不跟大家开玩笑了 这期的视频呢 确实有些长 我想通过三级的形式 给大家仔细的讲解 首先第一步 就是把需要更换的 原厂配件进行拆除 今天智哥有点忙 需要他的小徒弟 小宝师傅来进行大活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准备工作 把所有的工具准备齐全 对于Yamaha R3的升级案例 之前已经给大家分享过很多了 这次呢 想把R3这台车 更完整的呈现给大家 从拆除到安装的所有过程 拆除的所有过程 还是以快进的形式 给大家展示 现在需要拆除所有的板子 首先是两边的黑色侧板 还有边板 拔掉所有线束 整体的大板 就可以拿下来了 拆除以后 就可以看见前头的固定螺丝了 还有反光镜的四个固定螺丝 拆除反光镜 大灯呢 跟前头是一体的 只需要拔掉线束就可以了 这样整个的前头就可以拿下来了 现在拆除油箱罩 这个油箱罩拆的时候 一定要慢一点 里边的卡扣 下面就会挨折了 咱看前盖板就可以看见里边的两颗油箱固定螺丝了 后边还有两颗固定螺丝 端起油箱 拔掉油管 还有油泵插头 拔油管也要注意 如果第一次拔 这个也是挺费劲 拆除六颗前几瓦螺丝 前几瓦也就拿下来了 前头的拆除工作完成以后 就开始拆卸后边的板子 打开后座椅 就能看见尾部的板子固定螺丝 把边上的黑色暗套取下 两边的板子就可以拿下来了 排照架有四颗固定螺丝 拔掉线束 整个排照架就可以拿下来了 换端尾也是这个流程 顺手就把尾针也拆除了 拆除这个排气呢 也是比较容易的 有两颗固定螺丝 还有头断的速车固定螺丝 把仰装杆器拆下 这样整条排气呢 就算拆除了 拆除两侧脚踏 拔掉刹车开关连接线 拿下以保支架 拆除提气箱 以及转开相关的先出插头 现在准备拆除车把上的配件 刹车 油门 离合器 跟开关 拆除这些配件 也是限度相应的顺序 原厂的锁头呢 是要防盗的 反正也是全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一整套 就全部都拿下来了 现在拆除高压包 解气门 以及相应的线束 插上真空油泡 准备抽取原车的刹车油 这个抽取的时候 一向抽取弯条 以免拆卸的时候发生击漏 由于升级赛车 ABS也需要摘出 有没有粉丝知道 为什么赛车都不带ABS吗 就知道了 可以在车车车车打出来 R3的ABS泵呢 在过轮的位置 也是需要贴出粉丝的配件 才可以拆掉它 这个呢 也是比较的麻烦 拆除或者它 取下电瓶 把火而塞 以及浸气道进行密封 以免有异物的进入 现在给这台车 进行放准 放准的时候 可以用气箱吹一吹水箱 把预留在水道里的水 尽量的吹出来 之后呢 就可以摘出水箱了 拆除前压盘 以及链条 因为这个链条灰熬了 这次用上车机 就已经切割了 这样比较便简 这样原车的链条 就算拆解完毕了 拆完链条 就开始拆除原车的侧梯 以及开软 防护开关 下个的工作 就开始拆机器了 拆除副极线 减下了密以后 拆除发动机 吊架螺丝 以及穿肘 这样这台发动机总成 就可以进行落地了 这台压航23的拆除工作 过现在就算完成了 看看这一匹的原厂黑件 杠捏也要进行强化 然后的银排龙骨 谢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这次的拆解 应该是很详细了 有什么没看懂的 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评论 我给大家耐心的解答 关注我 带你了解赛车更多小知识 R3这台车呢 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心电 拆装也是无需 不同的案例是给大家分享过很多了 基础升级案例到赛车升级案例 在之前的视频也给大家展示过一台47笔的赛车 那台车呢只换了活塞 今天这台车是全套升级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台车可以打造多少的轮上马力 还是跟往常一样的拆除工作 R3的动力升级方案呢也有很多 不同的搭配也会有不同的效果 有的马力大但是不长效 方移寿命也是按销时计算的 还有的方案呢不是那么平线 只要方案到位也可以达到几万公里的里头 仅仅行驶了200公里的活塞 就长这个样子 没有鸡炭但是也挺微的 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原厂的活塞的位置 大家记住是平面的啊 现在把三个活塞都放在了这个工作台上 看一下啊这个是CP的活塞 这个是原厂的活塞 这是另外一个改装品牌的活塞 嗯 压缩比 压缩的这个空间是最大的 现在进行侧环的环节 左边呢是原厂环的 右边是改装的 测试完毕准备安装CP的套件 CP这个品牌的配件呢大家可以查一下还是很不错的 之前那台R6也是安装的这个品牌的套件 发动机核心的配件一定要选择靠谱的 不然天天炸鸡谁也受不了啊 中缸活塞安装完毕 大家还记得原厂活塞的位置吗 对比一下是不是突出了很多 这也是增加压缩比的核心配件 活塞中缸是装完了 现在到了这个方机最难的部分 就是这个钢口的加工 这个每个车队啊都有自己核心的东西 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现在8个起门弹簧 8个起门压杆 已经全部拿下了 除了活塞以外 钢头也是至关重要的 加工钢头也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år飞 起门这房間已经做完了 下一步这准备更顺 那这种最笨的方法但是确实很有效 因为看出来发个起门都没有漏的痕迹 剪上完密以后准备安装钢头 现在安装钢头按照维修手册 该打扭力打扭力 该打角度打角度 跟大家说一下啊 不是所有的螺丝都要打扭力 尤其是外观点上 您要不放心的 您就去一个专业的店就对了 把高角度突轮轴安装上 安装没什么难度 最难的就是对火卫 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数据 这个就得看师傅的手艺与经验了 这个东西呢不是安装就快 是调好才能快 每差一度都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这也是能让赛车变快的核心之一 这期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有喜欢的给点个赞呗 关注我带你了解赛车更多小知识 这台车的配置呢也是相当不错的 虽然是国产的锻造龙骨 但是在我们自己的赛车上表现的都是很好的 重量也轻质量也不错 因为赛车制动盘也用了赛用的全辅动刹车碟 高速币的全辅动刹车碟配合ZZ赛用刹车碟 大辅动缩短了刹车的距离 车主也选择了MTGVC的转接码 后卡钱位置可强上下 这也是这个转接码的一个亮点 前后制动卡钱选用的Brambo的卡钱 虽然不是赛用级别 但是配合V赛赛用经理刹车碟 制动力也是相当不错的 Brambo的分离手法 开合角度也是根据客人的驾驶习惯 随意交易 主要助量上也可以减轻了很多 前后避震器也选用了 意大利B Turbo赛用级别避震 由于到货周期问题 今天就无法安装了 到货了再给大家详细讲解 车架部分安装完毕以后 现在开始安装这台车的核心 这台放送机 上期视频给大家讲得很清楚 有不明白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评论 既然是赛车 打开油 也会递不少一个配价 减少油门形成更快速的打开车路门 安装这个快排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把这个卡子一头 当然需要把这个尖阻前加一下 电子快排这个功能 我个人认为是真的实用 街道或者赛道都会有不错的提升 赛道有明显的全速提升 街道提升升档无需送油 这样呢也更便捷 给这台赛车安装一个理件池 重量红为500克 以原车的电池减重2公斤 安装日本ARATA全转台围巾三氧配器 重量呢 仅为2.5公斤 以原厂呢 轻了将近7公斤 升级完以后呢 减重30公斤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做到更好的轻量化 就现在油箱装完了 准备初步的凿车试车 非常OK 成了发动机的部分就算搞定了 现在准备安装剩下的辅件 好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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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操作你们见过没有 这个只用于赛者竞赛 日常马路还是不建议这么使用 现在已经把这个透油骨 替换掉成一根透明管了 看看这个HDR的竞致管怎么样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丰富这个品牌的制动系统 因为我之前的几台赛者也在用这个品牌的 性价比我确实觉得比别的品牌要高一点 只是说性价比 当然最好用的还是Brumble的GP 这是不用置疑的 但这个级别这个价位来说 我觉得风俗做的真的是别的品牌超越不了的 现在已经是凌晨3点53分 我们决定要回家回家 不能再搞了 明天再继续吧 明天把这台车装上板子 这台车的工程一本上就算完成了 板花确实很帅 这套板子现在已经是安装完了 看看我们这个新的板花多帅 现在准备给它安装竞技的风挡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竞技风挡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摔车的时候它不会碎 我给大家再次展示一下 看磕地上 拿条彩都没事 都没事 不会碎 不会伤人 谢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这台大木R3升级赛车的案例 就算讲解完毕了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赞呗 关注我带你了解赛车更多小知识